大家好,最近一段经常有朋友询问有关肥料的问题,以及到哪去买,用多少等等,我想就此问题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你到五金店或者Nursery,你到肥料的这一个走廊,你会发现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肥料非常的多。 实际上很难决定哪一种肥料你需要,那么我想给大家一个窍门,也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肥料。 那么谈起肥料,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蛋、磷、甲这三个最主要部分。 如果你要看这三个质的组成,那么蛋、肥是由气质旁组成,所以它是一种气体。 那么磷肥和磷肥呢,它是由一个石质旁,石头的石头质旁组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甲是以铁质旁为,实际上这是代表了这三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来源。 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这个蛋肥,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的植物到底需要不需要蛋肥。 柠檬树来说,那么一般的柠檬树的叶子,比如说一般的叶子,大概有三个英寸,或者是五厘米到七厘米这么长。 那么,如果你看我这个,这个莱蒙,它的这个叶子就很大很大,你看这个,这个莱蒙叶子甚至都很很大,而且这个光泽亮亮的,那么叶子非常的肥大。 来,你看这个叶子,哇,巨大,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这个植物呢,它的蛋肥,蛋肥充足,那就可以看到它是不需要蛋肥的。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植物,我们来看这个,那么这个西红柿呢,它这一颗西红柿呢,它的叶子一般的大概,大概有多少? 有4英寸这么长,而这一颗呢,它的这个叶子呢,瘦瘦的,你就能感觉到它的叶子非常的瘦小,显然这个就是蛋肥,就不充足,而且你能看出它的叶子,没有那种光亮,亮泽,没有那种光泽,所以你能看出来,能感觉出来,你的这个就需要蛋肥。 所以说呢,这个就,我们就可以通过叶子来决定,我们这些植物需要不需要蛋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那么灵肥呢,我们主要看根部和它开花结果的情况。 你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植物,它的开花,没有这么这个旺盛,而且花孤度呢,都非常的小,瘦小,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它的这个灵肥不够。 还有一个假肥的情况,如果你看到你的植物,长个子,树枝和这个茎,没有这么挺拔,粗壮,而且很容易受病,受病,抵抗力非常弱,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假肥不足。 这个就显然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假肥不够,它就长得比较慢,比较瘦小,那么这属于假不够。 这个黄瓜,那么我们的这个蛋灵甲部分就放的比较多,放比较多以后,你看它长得就非常的,这个个子长得粗粗的,很大,然后结果也结得很好。 那么这就是蛋灵甲的这个成分,如果你到商店里,你去买这个肥料的话,基本上这些所有的商店呢,他们卖的这个肥料都是成品肥,也就是说,它都是已经合成好的了。 你很少能买到专门的蛋肥,或者磷肥,或者是假肥,你要是到店里去买化肥,比如说,它有蛋肥,有磷肥,有假肥,那么一个小颗粒,或者一个药片之类的,然后你用掉,那是单独的去补充一个化学成分的。 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这种往往对这个地的伤害是永久性的,就是说,你的植物可能一下刺激一下,它能长大了,但是可能对这个地是一种伤害,那么所以说呢,它,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化肥去买,那么你到五金店,或者到Home Depot,或者是到这些Nursery, 现在很少能买到这样的化肥了。 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在肥料袋子上看到这样一个蛋铃甲比例,0.5,0.5,0.1,它的意思是指的蛋铃甲的单位的比,而不是百分比。 这个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你去买蛋铃甲,它买不着,那么它就只有,只有,只有卖蛋肥的,那么铃甲呢,基本上就是草木灰,那么它都是核在土壤里边的,所以它卖的是橙袋,橙袋的土,就是经常买的呢,就是一些鸡粪,或者是牛粪。 那么,商店里边呢,有卖这个鸡粪和牛粪的,Organic的,你可以到那个商店里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鸡粪,它画了一个鸡,还有一个牛粪,画牛粪。 然后,我们呢,会经常的放一些草木灰,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BBQ,或者是这个什么,我们的BBQ,或者你看。 那么,在商店里,我们看最多的是一种土壤,叫raised bed mix,意思就是说,排在最底层的底土,那么这个底土呢,往往是用来养根的。 它富含,它富含氮钾和草木灰的成分,所以它增加了这种透水性,而不会让水囤积,而出现欧根的情况。 所以,这种土是最多的,它用来养根用的。 这也是一种草木灰,它是覆盖在土壤表皮的一种叫mulch,树皮。 它是用来保持土壤的水分和松软度,所以这个也含有丰富的草木灰。 那么,这样是一种高级的花园土,它主要是一般性的表土,用于种于一般的植物。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植物的这种中间的,就是种植的土壤,都是可以用这个,叫做general planting,是organic的。 它的成分是山药树,都有。 这个也是,叫做garden soil,就是标土,我们用在这个raising bed上面的这个土壤。 那么,这个就是牛粪,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图像上面有支牛,所以这是牛粪。 那么牛粪一般来说呢,就是后劲比较匀和,能够吃气的长久。 这个呢,就是鸡粪,你可以看到有个g的形象。 那么,所以它叫manual,不叫composite,因为它们是用粪来熬的。 那么,这些粪熬的大多数都是以蛋肥为主。 所以说,这些鸡粪,牛粪,用粪便熬的,叫manual。 manual就是,大部分都是以蛋肥为主。 所以我们植物,如果说缺少蛋肥了,枝叶不那么旺盛,好像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用这种鸡粪或者是牛粪。 那么这个是organic有机的。 那么,除了我们大规模用的比较多的这些,比如说manual粪便,这些粪便的这些肥料。 和这些composite,就是raising bed的底土和这个表土以外。 它基本上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小袋子的一些小的那些肥料。 那些肥料呢,基本上都是for purposes,有单独的用途。 比如说有的是用于松土的,我们叫moss,m-o-s-s。 有的是增加矿物质的,那么我们就加一些矿物质的。 还有一些呢,是加特殊的,比如说钙或者是别的一些矿物质的。 那么这些呢,他们都有单独的一些小的这些袋子。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情况,你会选择不同的补充。 那么一般的来说,我们耕种,基本上我们就是大规模的用底土。 底土,也就是我们说的raised bed mix。 genital soil,就是蛋铃甲都有的。 而这个在表皮呢,你往往也可以用mulch,或者用moss, 这样的话覆盖来保持土壤的松度和水分。 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特别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什么含钙类的一些矿物质的一些小的肥料, 或者是含一些别的一些杀虫之类的一些, 方虫的一些那些肥料。 那么都可以选择使用。 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没有用。 我们基本使用的肥料是鸡粪、牛粪,是作为我们主要的蛋肥。 然后鸡粪呢,我们主要是从我们的草木灰中获得。 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购买和使用这个商品的肥料, 我们是很少很少。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有关肥料的视频。 欢迎你给留言,大家可以一块讨论提高。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